15位来自慈地大学与后山崛起的学员 一同学习雨来菇 山苏等野菜 以及太鲁阁族饮食文化的英文用语 田伟老师于暑期期间 到嘉明部落进行围棋九天的食农教育课程 协助部落返乡青年提升英语能力 Star Jerry 很像果冻 它有很多的署名 老师上课还有讲那个Ferland Star 就是陨落的星星 他这样在晚上在海边看到的时候 会很像陨落的星星 这跟你们原住民本来的意义有相同 有相同 它叫情人的眼泪 对 眼泪跟那个闪亮的那个感觉 他们用这些野菜做他们很多很创意的料理 所以我们就是结合了英文 然后怎么样去描述这些野菜的性质 然后它的口感 结合这些东西以后 让学员能够增加他们的英语能力 然后因为他们也会接待一些外国旅客 所以当外国旅客来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很流利地跟外国旅客介绍 偶尔是会有外国的客人来造访这样 那多多少少就是透过英文 可以跟他们说一些简单的当制 光是在花田县秀林乡 山苏的栽种面积就已经达到160公顷 而后山崛起运用小农器做的产销模式 进而支持部落小农在地创生 结合西方的食材 开发创新的料理与甜点 今天总共做了八道菜 主要是用我们在地的食材 比方说鱼莱菇 山苏 桶梨 树豆 应该会颠覆大家的想象 鱼莱菇可以做成珍珠奶茶 我们也研发成很多不一样的料理 像我们今天也有做手卷 大家都可以试看 非常的夏天 只要把它抹粉 它就变成一个什么都可以做的原料 那我们今天有做山苏唐园 也是自己戳的 然后还有一个披萨 那披萨的话就是 其实我们里面就有山苏 对 后山崛起嘛 顾名思义就是以绝类起家 后山崛起更是成为文建站 与慈济志工关怀部落长者的基地 为创造青年服务机会 慈济大学与花联县原住民族部落大学 合作办理课程 有效实践大学在地社会责任 当然解说完之后 这个顾客有没有买单 那其实这个部分就变成说 学生就可以进来了解 所谓的成效评估 甚至是学生也可以自己来带 除了看到顾客的回馈 那自己思考之外 也可以跟部落的青年 那脑力激荡 找出更好的解决方式这样 由教室转换到实习场域 来自马来西亚的何同学 利用暑假期间 与泰鲁阁族青年交流互动 体验学习在地文化 透过产观学合作深耕部落 全球